人生就像钟表 可以回到起点 却已不是昨天 五年前 杨硕接到朋友大金的电话 说看见他老婆和一个男人去了酒店 现在就在酒店下面守着 杨硕问了具体地址 怒不可遏的赶过去 服务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他畏畏缩缩的拦着杨硕 不让他知道他老婆开的那间房 杨硕忍着心里的怒气 从钱包里掏出五百块递给服务员 叫他放心 没有人会找他的麻烦 他把他们的房卡给自己就行 那小姑娘不敢接钱 拦着杨硕的胳膊微微发颤 说他们酒店有规定 客人的隐私不能透露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大金耐心耗尽 指着那小姑娘吼 问小姑娘给不给 不给他现在就打电话说 他们酒店有卖银嫖娼 他哥就是公安局的 要不要试试 就这样 经过短暂的对峙 那小姑娘把房卡递给杨硕 上楼的每一个台阶 杨硕都像踏在自己的心脏上 他和妻子是相亲认识的 妻子是个很漂亮的女人 皮肤白皙身材苗条 说话做事都很得体 结婚这几年来 他们都很少吵架 他爸妈身体不大好 每次住院都是妻子陪着照料 如果不是大金拍到照片抓个正着 打死杨硕也不相信妻子会做这种事 走到房间门口 大金要用房卡开门时 杨硕突然抓住他的手 大金被杨硕的动作吓了一跳 问搞什么 杨硕说不用开门了 还说要走 十几年的朋友 大金恨铁不成钢的骂 他是不是男人 他老婆正在房里和别人乱搞 他怎么这点血性都没有 杨硕不再说话 拉着大金走下楼 寒风吹拂过他们的脸庞 冻得他俩都脸色铁青 杨硕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一切 如果看到赤身裸体的妻子 和另外一个男人躺在床上 他觉得自己会气得昏厥过去 而且大金又是心狠手辣的德行 万一一个失手闹出人命 这么多年的朋友也被他连累了 杨硕就像一只蜗牛 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 总会把全身都缩进壳里 觉得只要自己没有看见 事情就没有发生过 这种掩耳盗铃的滑稽心理 从小到大被不少人痛骂过 但他就是改不了 杨硕甚至单纯的在想 其实每个人都会犯错 只要他给妻子一次悔改的机会 一切都能回到从前 那天晚上 接近十点钟 妻子周虹才回来 他看起来很疲惫 连饭都没吃就去洗澡 等他躺到床上时 杨硕用平常聊天的语气问他 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周虹打了个哈欠 说有点事 加了个班 杨硕注意到他脖子上有块地方很红 应该是草莓印 问他脖子上怎么弄的 周虹有点紧张 随即找出一个敷衍的借口 说可能是大衣领子蹭的 一到冬天他皮肤就容易过敏 杨硕心里涌出一股无言的愤怒 拳头握得太用力掌心都流出血来 但还是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杨硕说他们结婚快三年了 他一直很信任周虹 所以有什么事他希望周虹坦白跟他说 只要周虹坦白 他什么都可以原谅周虹 这已是杨硕能做出的最大妥协 周虹认为杨硕是不是有毛病 说他有什么好坦白的 周虹不耐烦的侧过身子 开始玩手机不再搭理杨硕 杨硕在他背后冷笑一声 拿起烟灰缸走出房门 开始了漫长的报复计划 随后一段时间 杨硕做了很多布置 买了几个摄像头 放在房间的隐秘角落 拿着周虹的身份证 去电话公司调了他所有的通讯记录 还有就是给岳父岳母 买了一套两万多的按摩椅 岳父当了一辈子教师 腰椎颈椎都有毛病 在杨硕面前念叨了好几次 一直没腾出功夫给他们买 杨硕殷勤的摆弄着开关 叫岳父试试 岳父说干嘛买这么贵的 他们又没攒多少钱 他皱着眉头数落杨硕 但眼角的笑意收敛不住 看得出来 他对这个礼物很满意 杨硕把按摩椅调高一点 岳父脸上也舒展起来 说赚钱就是用来花的 只要二老身体好 这点钱不算什么 当年杨硕和周虹相亲约会了几次 周虹对他一直不冷不淡的 走路和他保持距离 看电影也不自觉把脑袋偏向另一边 有一回晚上 杨硕送周虹回家 下车时无意间碰了一下他的手 他就像被电打了一下 整个胳膊都缩在背后 眼神还带着防范之意 这一切都让杨硕以为 他们俩应该是没戏了 但没想到一个月后 周虹却突然跟他提出结婚 周虹第一次对杨硕表现出热情 挽住他胳膊说自己二十七 他也二十九了 他们都不小了 周虹觉得杨硕人也比较踏实 提议他们找个时间把证领了 杨硕有点意外 说结婚可不是儿戏 问周虹有没有想好了 周虹对杨硕说自己都不怕他怕什么 但是他得保证要对自己好 周虹还说他爸妈有两个小要求 一是在市里买一套房子 不用太大三居的就行 二是他妈去年做手术 家里欠了亲戚十几万块钱 杨硕先替他们还了 周虹含情默默的看着杨硕 那是杨硕第一次看见他那种表情 有点被迷住了 这些要求不算过分 杨硕爽快的答应了 结婚那一天 杨硕家把排场弄得很大 来的客人坐满了一个大厅 还有些远房亲戚 来的迟了甚至要等到第二席 周虹那天特别漂亮 婚纱把他的身材完美烘托出来 背部光滑如玉 小腿齐长 锁骨漂亮 农庄下的表情端庄得体 和杨硕的长辈打招呼 喊人也勤快 他们都说杨硕娶了个好媳妇 他觉得飘飘然 就多喝了几杯 后来去卫生间洗了把脸 几个同学又冲进来拉他 要他别想逃跑 杨硕被拉拉扯扯往外走 在楼梯转角表见周虹再和一个人说话 杨硕大声喊了一下他的名字 就看见他脸色惨白的转过脸 嘴角有点抽搐 杨硕最熏熏的问周虹 是不是他朋友过来了 周虹结结巴巴的说就是之前一个同学 杨硕叫他们不要在这里站着了 让他同学去客厅吃饭 周虹说他同学还有点事 现在就走了 周虹慌不迭地过来掺杨硕 杨硕忍不住叹着头望过去 看见一个男人的身影一闪而过 虽然有点怪异 但那时他没当一回事 新婚之夜 杨硕急不可耐地脱光衣服 把周虹扑在床上开始亲他的脸 他却用手抵住杨硕 小生说今天不行 他那个来了 杨硕语气郁闷说怎么这么倒霉 周虹笑着打打他 神情颇为自然 说自己人都是他的了 干嘛还急着这么三两天 现在想来 周虹也许自始至终都在骗杨硕 他给杨硕的所有印象 都是刻意伪装出来的 就像一条蛇藏在花丛里 一直以为他是一条彩色的绳子 但不小心踩到时 才会被他的毒牙吓到魂飞魄散 婚后第二天 杨硕清理卫生间的垃圾 发现并没有卫生棉 洗衣机里周虹的内裤上也没有血迹 一周后 杨硕带他回娘家 得知他妈做的只是小手术 根本没有找亲戚借钱 一个月后 周虹出差时生了一场大病 回来休养了一个月 他说是肾结石 但如果杨硕猜得不错 他应该是去打胎了 杨硕忍不住咬咬牙齿 岳母把最后一盘菜放在桌子上 边擦手边问杨硕 周虹今天怎么没过来 杨硕笑眯眯的回答 说周虹今天公司有事 下周他再回来 就在此时 杨硕手机震了一阵 他解锁屏幕一看 周虹和一个男人走进他家 周虹谨慎的看了一眼楼道 然后把门锁紧 和那个男人抱在一起 过了一会可能是那个男人完事了 二人走出房门走到了车内 随后开始了车子的震动 晚上回到家 周虹正在卫生间里洗澡 虽是刻意清洁过 但杨硕还是能闻到一股气味 就像动物交购后产生的气息 他忍着恶心把摄像头里的内存条取出 不动声色的放到自己口袋 周虹站在房门口 用毛巾擦头发 湿漉漉的水滴在他肩膀上 姿势颇为诱人 问杨硕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杨硕笑着说那按摩已进口的 教了好酒吧才学会 周虹问杨硕要不要去洗洗 早点睡觉 他俏皮搬眨眨眼 给了一个想亲热的信号 杨硕想 周虹下午才带了眼男人回家 现在居然想和他亲热 杨硕胃里一阵翻涌 几乎要吐出来 他装出抱歉的神情 说今天不行 他还有个文稿没做 明天开会要用 周虹了哼一声 转身就去卫生间洗衣服 带着撒娇和杨怒的口吻 他知道杨硕一向受不住这一套 但今天周虹恐怕要失望了 杨硕吃饭的碗如果沾了时 他宁愿饿死 也不会再用这个碗吃饭了 杨硕哄了周虹几句 去书房把门反锁 随即把内存条里的东西烤入电脑 点燃一支烟 冷冷地看着上面的画面 结婚这几年 他们亲热时 周虹总是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 又是杨硕想来点刺激的姿势 他都一口回绝 骂杨硕是色情狂 而且每次上完床他没有任何留念 总是第一时间推开杨硕去冲早 杨硕一直以为周虹是个干净的女人 接受不了太大的尺度 现在看来 是他蠢得太过分了 视频里 周虹做了所有杨硕觉得他做不出来的事 尤其是事情结束后 脸上还带着妩媚的神情 杨硕的心已经凉透了 只觉得房间里的空气都带着窒息的味道 他咳嗽几声 又点燃一根烟 烟雾弥漫的密闭空间 杨硕在为自己的婚姻写目致名 一个星期后 杨硕找到完美的时机 荡周虹再次带那个男人回家时 他打电话报了警 说自己家进了小偷 希望他们快点出警 挂完电话杨硕以最快速度赶回小区 左邻右舍听到动静都围到他家门口 警察站在杨硕身后要他别紧张 把门打开退在后面就成了 杨硕的心开始悸动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利索地把大门打开 三个警察一拥而入 带着不要动 靠墙蹲下的呵斥声 几分钟后 杨硕和那些邻居都见到衣衫不整的周虹 和一个光着上身的男人被带出来 空气很沉默 每个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杨硕 有讥讽同情期待他闹事 这是他预谋已久的表演时间 绝对不能怯场 杨硕深吸一口气 冲过去要揍那个男人 一个高个子民警把他扯住 安慰他不要冲动 打人是犯法的 有什么事他们回派出所在说 杨硕挣扎着把民警甩开 指着脸色惨白 低着头的周虹嘶吼 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自己对他拿点不好 杨硕说他赚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周虹身上 周虹平时想要什么东西 他拼命地满足周虹 连包好烟都舍不得抽 周虹爸妈要按摩椅 他去开了两个月的网约车 累得差点出车祸 他有什么对不起周虹 周虹竟然背着他和别的男人乱搞 即使是最好的导演 相信对杨硕此刻的表现 也无话可说 他眼眶微红声音沙哑 脸上悲愤无比 却依然舍不得动妻子一指头 在所有人心中 杨硕都是一个善良的受害者 鸡蛋和石头相撞 只要不被沾得一身心 谁都愿意站在鸡蛋这边 这个女人怎么这样 她到底有没有良心 早就说了漂亮的女人靠不住 这男人也是瞎了眼 要是找个贤惠的 怎么会遇到这种事 明显就是这女人的问题 怎么还怪到男人身上 这种肩负淫妇就该坐牢判刑 大白天的还在自己家干这种事 简直就是畜生 围观的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连那些民警看周虹的眼神 都带着些鄙夷 周虹低着头 身子不停打颤 不知道是害怕还是羞愧 杨硕瞥了一眼蹲在墙边的那男人 三十岁左右 相貌中等 身材臃肿 肚子上的坠肉就像个泳圈 她觉得很恶心 周虹居然为了这种男人背叛她 在派出所做了个简单的笔录 民警问杨硕是公了还是私了 她只提了一个要求 她希望见到那男人的家属 父母老婆或是子女都行 杨硕希望男人以后不再纠缠周虹 等了半小时 那男人的老婆怒气冲冲赶过来 进门就是一耳光甩在她脸上 看得出来是个母叶叉 那女人身材魁梧声音粗犷 但穿金带银的 想必家境不错 杨硕和那女人谈了十分钟 一同表达了对出轨者的痛斥 并交换了联系方式 要是发现那俩人还有猫腻 就立马给他们好看 就这样 第一场戏演完了 回到小区 周虹怯生生跟在杨硕身后 杨硕一言不发的往前走 一路上都有人对他们指指点点 这个浮躁的时代 相信他家这个大新闻已经传开了 有几个男人跟他打了招呼 要他想开点 别为了这种女人做傻事 不值得 杨硕冷着脸谢谢他们的好意 然后脚步加快上了楼 关门的瞬间 周虹就跪在杨硕面前 他哭着说他们就这一次 是他自己失心疯了 要杨硕原谅他 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 周虹哭得梨花带雨 杨硕在心里不停冷笑 他头上的绿帽子都快掉色了 要是信了周虹的鬼话 他坟头草都三丈高了 杨硕不说话 只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烟 随后问周虹 他跟男人是什么关系 周虹说他们是高中同学 已经好久没联系了 杨硕问周虹 男人知不知道他有老公 他知不知道男人有老婆 周虹说他们喝多了 他知道错 他声音越来越小 估计是心里没底的缘故 杨硕站起来 去卫生间洗了把脸 他出来时周虹还是跪在原地 周虹眼睛肿得像个核桃 眼泪巴巴的望着他 苦肉计 一直以来杨硕都很吃这一套 要不是他清楚事情的全貌 说不定此时就心软原谅周虹了 杨硕走到书房 把门摔得震天响 世界上最可怕的绑架 是道德绑架 这种绑架就像无孔不入的病毒 只要深陷其中 就逃不出来 而世界上最极致的暴力 是冷暴力 他不用拳头 不用脏话 甚至不用表情 就能彻底摧毁一个人的心 这两样武器被杨硕完美运用 咒红成了人尽皆知的烂裤衩 无论走到哪 都被人戳着脊梁骨 相反的 对于杨硕 那些人都表达同情和善意 他们会用误会不堪的词汇骂周虹 劝他离婚 有的大妈大婶还说给他介绍好姑娘 有时甚至是当着周虹的面 杨硕很喜欢看周虹那瞬间的表情 眼睛里有愤怒 嘴巴被气得发抖 但整个人一句话都不敢说 周虹已经失去了表达委屈的资格 在家时 除了必要的话 他们基本上是零交流 杨硕不会刻意刁难他 吃饭后各洗各的碗 睡觉时背对着背 连洗漱用品都是分开的 有一次 周虹用了杨硕的护肤液 第二天杨硕就把那个瓶子甩进垃圾桶 当时他愣在垃圾桶旁 整个人像做石雕 过了很久才转过身 用袖子擦擦脸上的眼泪 关于离婚 他们谈了几次 杨硕的意见是无所谓 房子是婚前买的 车子也开了几年不值什么钱 存款还有个十几万 要是周虹想离婚 杨硕可以给他十万块钱 但除了这个他什么也别想要 有派出所的那些笔录 杨硕相信打官司他也讨不了好 可是在内心里 杨硕觉得还没解气 周虹受到的惩罚还是太轻 他希望继续扮演那个 大度善良温和的丈夫 对犯了错的妻子 依然保持体面 只有这样 他才能在精神上继续被凌迟 但杨硕没能想到 周虹的抗压能力比他想的要弱 某个深夜 周虹突然就崩溃了 发疯一般摔东西 盘子遥控器手机 客厅的地板上一片狼藉 他的神情带着些许癫狂 杨硕冷冷的问周虹想干什么 周虹咬牙切齿的瞪着他 说离婚 自己一分钱都不要他的 明天他们就去离婚 周虹认为杨硕不是人 他是一种没有感情的动物 自始至终周虹都没有爱过杨硕 因为他早知道杨硕就是这种人 他脸上永远是一副戴了面具的表情 他的每句话都像冰冷的刀子 周虹说他就犯了个小错 杨硕为什么 杨硕打断周虹的话 说不用废话了 他同意离婚 但明天不行 明天他还要上班 等到周五再去 周虹还要说什么 杨硕穿上外套走出门 等电梯时 他听到痛苦的哭声从屋内传出 回荡在悠悠的楼道 那个男人叫赵欢 和周虹是高中同学 两个人在高中就开始谈恋爱 赵欢读书时就是个小混混 吃喝嫖赌样样精通 后几年带周虹打过几次胎 现在想来 结婚这么久一直怀不上孩子 应该就是底盘坏了 说起来有点可笑 每次亲戚朋友问起这个时 杨硕都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觉得是自己年龄大又不爱锻炼的缘故 周虹假模假样的安慰他慢慢来时 杨硕还感动的说不出话 赵欢周虹之所以会分手 是在杨硕和周虹相亲的前半年 赵欢赌博欠下十几万块钱 跑路去了南方 又在南方勾搭上一个按摩妹 周虹一气之下才和杨硕相亲 也许结婚那天楼道里的那个男人就是赵欢 自始至终杨硕就是个烂楷子 周虹找他要的十几万块钱 应该是给赵欢还了赌债 还真狼有情妾有义 杨硕把那些资料收进档案袋 自嘲般笑了笑 大金给他倒了一杯酒 冲他挑挑眉毛 问要不要弄那小子 杨硕说算了 现在是法治社会 打打杀杀划不来 大金告诉杨硕 前几天老强 陈述他们听到这个消息 当时就要带人去逮那小子 被他给拦下了 杨硕把那杯酒一饮而尽 笑着拍拍他的肩 问他带电脑没有 借自己用用 把视频发完后 疲倦赶如潮水般涌来 杨硕躺在大金办公室的沙发上沉沉睡去 睡了不知道多久 手机铃声把他吵醒 他瞇着眼睛接电话 岳父低沉的声音传过来 叫杨硕现在回来一趟 说出事了 杨硕心里好笑 却还在装糊涂 问出什么事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岳父叹了口气 说电话里说不清楚 叫他还是回来一趟 杨硕慢悠悠的下楼吃了顿早饭 看了一眼天气 阳光温和万里无云 吹着口哨买了份报纸 然后拦下一辆计程车 到岳父楼下时 他收拾表情 敲门时满头大汗 一副急匆匆赶过来的模样 岳父看了杨硕一眼 杨硕读到了他的愧疚和自责 岳父拉着杨硕的胳膊 叫他坐下说 杨硕擦擦脸上的汗 说吓他一跳 他还怕二老的病又犯了 话音一落 坐在沙发上的岳母抽噎一声 多么有趣的场景 周洪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在屋内 每个人都盯着杨硕 想必他们看到周洪 和野男人在床上的放荡模样 受得刺激都不轻 岳父颤颤巍巍的把手机递给杨硕 又长长的叹了口气 他装作第一次看见的样子 憋着一口气让脸变得通红 眼睛都冲血了 又是黄金表演时机 杨硕怎么能浪费 啪的一声 手机摔在地板上 屏幕裂开一条缝 他整个人还是呆呆的坐着 脖子上的青筋不停跳动 他该咆哮痛哭 还是应该摔几个东西泄愤 抑或是甩自己挤耳光 表达自己快要疯掉的状态 就在杨硕思考怎样做最好时 门滑一下开了 周洪消瘦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所有人都转过脸 目光就像锥子刺在他苍白的脸上 下一秒 岳父扑过去抓住周洪的头发 带着一声刺耳的尖叫 周洪整个人跪在地上 岳父当了一辈子老师 从来没觉得这么丢人过 他用颤颤巍巍的手甩了周洪两耳光 周洪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整个人缩成一团 岳父哑着嗓子喊家门不幸 他的身体抖到一种夸张的程度 杨硕心里的快感越来越强烈 用尽所有的力气 才能忍住不笑出来 周洪抬起脸看了他一眼 他依然保持着呆滞的姿势 岳父还想继续打 却直直地倒了下去 脑袋磕出血来 壁板印成红色的诡异图案 岳父中风了 杨硕跑上跑下的脚费拿单子 拜托朋友找医院的熟人 想办法给岳父弄到独立病房 岳母和那些亲戚彻底站在杨硕这一边 他的孝顺女婿人设已经根深蒂固 有正面角色 当然就有反面角色 在他去厕所转角抽烟时 听到岳母在痛骂周洪 说杨硕这孩子踏实又勤快 他怎么能做这种事 他要自己和他爸怎么面对人家 杨硕侧着身子偷瞄 看到岳母指头戳在周洪额头上 周洪像个不倒翁 左摇一会右摇一会 岳母数落完走进病房 周洪的手机响了 他接起电话 结结巴巴的解释 但他的话没能说完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 周洪就像被子弹击中 整个人贴着墙软下去 周洪已被彻底击溃 他们公司的领导都收到了视频 为了顾全企业形象 他那个班肯定也上不成了 杨硕很喜欢玩石头剪刀布 说起来很神奇 每次他和别人猜拳时 只要他赢了对方一次 就能一直赢下去 技巧就是要观察对方出手前的姿势 出拳指头是怎样弯曲 出剪刀脸上又是什么表情 当杨硕可以预判到对方的行为时 他就可以一直赢 杨硕和周洪的婚姻 也像一场石头剪刀布 接下来无论周洪想玩什么花招 都会一直输 输到地老天荒为止 杨硕直直地走到他身前 问怎么了 周洪抬起脸瞪着杨硕 问视频是不是他发的 杨硕咬牙切齿地说这些视频他都没见过 怎么可能是他发的 他怎么会把这件事情弄得众人皆知 杨硕问周洪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丢得起这个脸 他为什么不用脑袋想想 最有可能拍这些的是谁 周洪身体一抖 脸上露出痛苦和歉意的神情 他伸出手想拉杨硕 被他嫌弃地甩开 医院的走廊 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 杨硕坐在一张有年月的木凳子上 逼着头一言不发 晚上十点半 护士把最后一瓶叶书完 岳母说他留下来照顾岳父 要杨硕和周洪回去休息 杨硕叫岳母回去睡一会 他在这看着 岳母眼眶一红 拉了拉杨硕的手 说他还要上班 岳母认为是他们家对不住杨硕 周洪做了这种事 无论是打是骂 都是他活该 以后只当没生过这个女儿 周洪眼泪无声地滑下 他知道自己已被彻底顾虑 刚走进小区大门 一个女人从黑影里突出 不仅是周洪 连杨硕都被吓了一跳 那是赵欢的老婆 他扯着周洪的头发 长指甲把周洪的脸抓得血迹斑斑 周洪大声惨叫 一些路人听到动静都围过来 女人骂周洪是臭婊子 骚成那个样子 那么不要脸的事都干得出来 赵欢的老婆比周洪高一个头 很快就把他打得没还手之力 杨硕用力掰开女人的手 隔在两个女人中间 对赵欢的老婆怒斥 赵欢的老婆唾沫星子喷杨硕一脸 想必女人看了那个视频后 已经被气到失了痣 说他这个男人也是下贱 他老婆都给他戴绿帽子了 他还这么上赶着护他老婆 杨硕问女人走不走 不走他报警了 杨硕拿出手机开始播号 冷冷的看着女人 那女人外墙中干 听到报警就把地上的包捡起 瞪了地上的周洪一眼 快步走出小区 杨硕把周洪从地上拉起来 扶着他的身子往家里走 那女人真是活该 太不要脸了 现在这个社会 男男女女就喜欢乱搞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议论的声音从背后传出 周洪脸上的血滴到杨硕胳膊上 他第一次感觉到 血居然会这么炙热 就像开水一样烫 回到家 杨硕蹲在地上给周洪清理伤口 用热毛巾敷 随后又找出纱布窗壳贴 棉签的动作轻微谨慎 他轻声问还痛不痛 周洪再也克制不住 扑在杨硕身上把他抱紧 嚎啕大哭 把脸埋在他的脖子边 周洪一无所有了 亲人工作还有那个很在乎的初恋 在一天内都化为灰烬 只有一直看不上的凯子老公还陪伴着他 周洪与吴伦次的忏悔 杨硕相信他是真诚的 杨硕甚至觉得此刻他已经爱上自己了 脸上不禁浮现出得意的笑容 温柔的拍拍他的背 叫他早点睡 周洪把杨硕抱得更紧 破了像的脸往杨硕耳边靠 他呼吸急促 觉得幸福还给了他一次机会 但下一秒 他会堕入深渊 杨硕叫周洪早点睡 说他已经请了假 周五他们去离婚 杨硕松开周洪的手 在他呆滞的眼神中走回房间 周洪当然不能离婚 他已经失去了所有幻想 现在他已过了三十岁 虽然还有几分姿色 有这样的黑历史在 哪个男人会要他 再加上他的亲戚朋友 在情感上都是支持杨硕的 他离开了杨硕 能不能养活自己都难说 所以 周洪开始改变 就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一般 他开始殷勤 开始讨好杨硕 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 和他说话总是带着卑微的口气 之前从不做菜的周洪 也跟着菜谱慢慢能做出一桌子丰盛的菜来 每晚杨硕回到家 都能看见他给自己泡好的茶放在桌上 用手摸一摸 温度喝起来刚刚好 这一切 当然需要莫大的心血 还有就是床室 周洪会穿得性感漂亮 关灯后有意无意的往杨硕身上靠 还有一碗 估计是他的情欲爆发 居然拖得一丝不挂 整个人贴在杨硕身上 周洪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 身材保持得很好 皮肤也很有弹性 他嘴里发出诱惑的哼哼声 把杨硕的脖子勾住 往他胸口那边挪动 杨硕没推开周洪 只是把床头灯打开 冷冷地说了句 他之前和那个男人是不是就是这样做的 简单的一句话 就可以把野火燎原的情欲全部浇灭 周洪就像被打了一拳一般 扑在枕头上痛哭起来 杨硕说其实不用这么委屈 他们随时可以离婚 周洪自由他也自由了 这句话就像另一拳 周洪的哭声戛然而止 他乖乖地穿好衣服 把灯关了侧气身子睡觉 黑暗里 杨硕脸上挂着冷笑 平日里 杨硕会给周洪基本的生活费 出门时 依然扮演着体贴的丈夫角色 帮他拿东西 带他去商场买衣服 回到周洪娘家 杨硕会对他爸妈嘘寒问暖 俩老有什么需求 杨硕总是尽力满足 不知不觉间 周洪变得憔悴了 窒息的压抑让他开始失眠 情欲得不到发泄 让他脸色发黄开始长斑 他的脾气开始暴躁 经常在超市和别人吵架 但在杨硕面前 却连一句大声话都不敢说 对此 杨硕深感快意 时间过了五年 周洪的相貌彻底改变 如果看过他之前的照片 绝不会相信他和那个身材苗条 笑容甜美的女人是同一人 现在的周洪身材臃肿 脸上戴着重重的黑眼圈 穿着邋遢言行粗鄙 走在大街上 别人都觉得他是四五十岁的家庭妇女 在这五年里 石头剪刀部的游戏一次次重复 周洪的每一次挣扎 都被杨硕谈笑间化解 反而是他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卑微 而杨硕的样子一如当初 照镜子时 他看到自己身材还很健硕 脸色依然红润 头发很茂密 稍微收拾一番 也上得了台面 说起来 这几年杨硕也有解决欲望的需求 大金有个哥闷式开会所的 里面有很多虚荣的小姑娘 比周洪年轻 大部分也比周洪漂亮 只需要花点钱 他们什么都愿意为他做 而且完全不需要担心被骗感情 这种直来直往的交易 比起杨硕那骗局一般的婚姻 高尚得多 回到家时 杨硕看到周洪脸上一块淤青 想必是他在超市又和人吵架了 被人家老公收拾了一顿 周洪看了杨硕一眼 笨桌的站起来 问杨硕有没有还没吃饭 他去把菜热热 杨硕说不用 他把外套甩在沙发上 去卫生间里刷牙 这些年来 无论周洪怎么表现 怎么讨好 杨硕总是不冷不淡的保持距离 和他说话能用三个字 就绝不超过四个字 杨硕对周洪 绝不打 绝不骂他 也绝不对他表现出一丝丝关心 他还没有封掉 就够让杨硕佩服 杨硕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会 听到一阵歌声 他摸黑爬起来 发现床上空无一人 顺着声音找过去 看见周洪在阳台上唱歌 那是杨硕第一次和他约会时 餐厅里放的英文歌 杨硕突然想起来 周洪曾经有个好嗓子 他学过几年音乐 在他们结婚时 他在台上唱了一首歌 引得掌声雷动 杨硕被那时周洪的风采所倾倒 为自己能娶到这样一个女孩而自豪 此刻的周洪 穿着并不合身的衣服 肚子上的坠肉把裙子称成一个滑稽的曲线 但他唱得很投入 带着沙哑的声线 让这个深夜不满忧伤 我们本是很好的人 为何从不展现出来 周洪一遍遍重复着最后那句歌词 眼泪顺着脸庞滑落 杨硕叫他回房睡觉 说天太冷了 周洪转过脸 对杨硕挤出一个笑容 那个笑容不是讨好 也不是谄媚 仿佛是一种释然 周洪说他知道杨硕讨厌他 杨硕做的一切都是在折磨他 杨硕心里恨极了他 这些他都知道 但他不怪杨硕 周洪摇摇晃晃的站起来 对杨硕伸出手 他问杨硕能不能抱抱他 就当施舍几毛钱给街边的乞丐那般 他太冷了 他已经受不了了 周洪的眼泪全滴在地板上 见起水晶般的花朵 他说的冷 和天气无关 杨硕心里了然 他也伸出手 杨硕看见周洪脸上的欣喜 就像一个孩子终于收到期盼已久的礼物 但下一秒 他的脸上就变得毫无生机 杨硕拉住他胳膊 把外套放在上面 说了句早点睡 小心感冒 杨硕面无表情地走回房 预计的哭声却没传出 他回头瞄了一眼 周洪居然还在笑 他又坐回到地上 呆呆地看着夜空 第二天下起雨来 到下班时简直是竹筒到豆子般 雨水就像子弹 顺着狂风打在身上 带着冰冷的阵痛 杨硕狼狈地开了门 把湿透了的外套甩在门口 准备去卫生间找毛巾 屋子里很安静 他擦干身体找了一圈 看到周洪在卧室床上昏睡 估计是昨晚受了凉 有点感冒 杨硕换了一套干净衣服 用手摸了一下周洪的额头 就像触电一般 整个人都摔在地上 杨硕又把颤抖的手指放在他鼻尖 周洪面色平静 嘴角甚至还有淡淡的笑容 死亡对他而言 居然算一种解脱 杨硕脑子乱成一团 拿出电话打120 但电话那头的人说今天是台风天 车过来可能要半小时 要他先自己采取一些急救措施 比如按压胸口人工呼吸之类的 放下电话杨硕浑身是汗 周洪已经没了心跳和呼吸 等救护车赶到时 肯定死得透透的了 但他还是要做必要的措施 不管怎么样 杨硕不想别人怀疑周洪的死 和他有任何关系 他翻箱倒柜的找药 把周洪的身体翻过来 让他脸朝下可以呕吐 又开始用热毛巾按压他胸口 这一切当然是徒劳 他的身体越来越硬 杨硕口干舌燥有点想吐 抓起旁边的茶杯一口气喝完 已经决定自杀了 还不忘给他泡茶 杨硕呆呆地看着周洪的尸体 思绪就像缠在一起的线头 不知该哭还是笑 杨硕再次拿起电话 拨打急救中心 外面狂风乱作 一根树被吹倒 砸在一辆商务汽车上 发出刺耳的报警声 他喉咙发干 咳嗽几声 说他是十分钟前打电话的杨硕 他们车到哪了 他爱人已经要不行了 对方说他们的救护车正在往他那边赶 但很多路都发生交通事故 拥堵得很严重 请他再耐心等一下 手机摔在地上 大脑产生致命的眩运 杨硕的腿不受控制的抽搐起来 他终于明白 周洪想要结束这一切 不只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杨硕挣扎着伸出手 想要抓紧只一步之遥的手机 却怎么也做不到 他的意识开始迷离 眩运和剧痛让他发出惨叫 屋外一道闪电披下 杨硕看到床边周洪的尸体 微微上扬的嘴角 好像在嘲笑他 石头剪刀布 杨硕听到诡异的幻音 世界慢慢变得昏暗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